遇到停电时若影响耗制路口的红绿灯 恐怕造成交通混乱 需要派遣许多人力去现场交通管制 为了避免这样的清新 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 108年起陆续建制耗制不断电系统 累计到今年8月 共有395处路口建制完成 停电的时候确实这个蛮大的效果 所以交通处这边才陆续放 看到有一个要取第四页 它从108年5这处一直增加 现在那边395处 确实有它的效果 而且停电 而且未来我们看到这个电的部分 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重要的路口 或是重要行人通行的部分 希望能够能够装设这个UPS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今年9月中 是有发生一个螺丝浮路有6处路口 大概发生凌晨12点多的时候 发生停电大概半小时的情形 那停电的时候呢 我们就透过LINE有收到 又驻入口的讯息说已经停电了 那改为由耗制UPS来供电 那这个期间耗制是都可以正常运作 那如果我们没有装设这些耗制UPS的话 我们如果要维持路口的正常运作 大概要先派6到12名远警 先到现场去指挥交通 那我们交工处再派2名维修人员 又才发电机到现场 那一一的去装设发电机之后 才能让它入口可以正常运作 那这时间大概从我们交工处出发 到现场一一安装 大概会花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因为我们有装设耗制UPS 就可以让路口正常运作 然后维持路口的交通安全 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建置耗制UPS 那其实是过去几年 就是偶尔有一些不同大小规模的停电发生 包含106年8月有1110年5月 1111年3月都有发生全台大停电的情形 那1111年的11月 也有发生大同区的大停电情形 那过去这些不同的停电 其实都会造成耗制运作的中断 那在车流量大的路口 会让路口的效率变差 那同时也会产生安全的疑虑 所以我们交工处就检讨设置耗制不断电系统 那我们从108年到112年 已经建置了395处的耗制的UPS 那主要是建置在28条的紧急救援路线上 那包含从108年建置了50处 那到111年累计建置115处 到今年累计建置了395处 那下面这三个图就是我们这几年的耗制UPS 建置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情形 那整个耗制UPS系统呢 那我们本来原本是由台电的室电 供电给我们的耗制控制器去运作 那我们增设耗制的UPS 就是会从台电正常供电的时候 会让耗制UPS去充电 那如果台电停电的时候 会改由耗制UPS供电给我们的耗制控制器来运作 那同时我们也会透过无线传输 把一些数据传输到我们的后端的监控平台 来做整个监控 那我们过去的耗制UPS1.0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我们停电的时候 是可以即时切换成UPS供电 那可以让耗制不打烊 那第二个我们都有透过监控平台 来即时监控每一个UPS的启动以及电量 那像我们这个就是监控平台的画面 那我们是透过地图式的监控 这上面的每一个点都是我们有装 耗制UPS的入口 那如果是正常台电供电的时候 它会是蓝色显示 那如果台电停电的改由 UPS供电它会变成是绿色的显示 那如果现场的电量已经比较少 低于50%的时候 它会变成是红色的显示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 整个地图式的监控 来看整个入口的一些状况 那个别点进去也可以看 个别入口的电量 电压等一些相关讯息 那我们也透过通讯的软体 来即时通知 UPS的一个运作状况 好 下一页 那今年我们12年建置了一些 UPS2.0有新增的一些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更换电池 来延长服务时间 那更换电池的时候 是采用热插把的方式 就是我们里面是有两颗电池 那在更换电池的时候 一颗电池还可以继续供电 那我们把其中一个拔出来更换电池 这中间过程 耗制都可以继续运作 是不会有中贯的情形 112年截至目前为止 这个系统已经启动100次 维持路口耗制正常运作 可见其使用性与必要性 且部分系统更完成热插把更换电池功能 延长服务时间 避免影响行车秩序 拥塞情形发生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